推薦一支五味鵝 欣盈要帶你尋味,散給非為美食 大家好,我是陳榮廣 做了台山鵝二十六年 背景在一百多年前 台山的海燕民村這一帶 由於山清水秀,土地肥肉 加我都生得健食肥臟逢年過節 家家戶戶都以我吃 後來當地人發現了 用豉油、套餅、片糖、白酒、藤皮 五爺材料調製成一種五味汁 製作出來的鵝色澤通透 鵝肉鮮甜 現在是五味鵝的油類 更加被評為散給非為美食 你好,廣哥 廣哥,你好 你好 廣哥,其實我和強哥都無名而來 就是五味鵝 還拿了散給非為 真的嗎?那肯定要知道它有甚麼來頭 我們的鵝和全部在台山的民村運出 用了一百二十天的黑中鵝 選料很嚴謹 很嚴謹,是 每天都有這麼嚴謹 才能夠出到這道菜 為甚麼民村出來的五味鵝會特別好吃呢 五味鵝是在民村誕生的 一定要利用當地的材料製作 我今天才知道 原來誕生地原來就是民村 我們今天就很開心了 可以在這裡吃到很正宗、很地道的 這個民村的五味鵝 不如看看如何製作 黃師傅,台山的五味鵝怎樣說 培山五味鵝 培山五味鵝 是否標準 標準 如果不標準,我可能今天就沒得吃了 我們先看看食材 首先要有一隻鵝,這是甚麼鵝 台山的黑中鵝 這個鵝是一百二十天的 舊小腦身 那怎樣才知道是一百二十天呢 因為它看到毛質沒有毛絨 光滑很多 不夠日子的毛絨很多 很漂亮 肚鹹,肉質輕很多 五味鵝呢 到底是哪個五味呢 來看看 桃桃 桃桃 白酒 白酒 片糖 陳皮 我們自己的美醋 哇,好香 你們自己釀嗎 是呀 哇,真是避霍了 那怎樣做呢 首先我們摸一些蠔 按摩一下 然後燒一些油 80度的油溫 在鍋裡滾 滾到它的鵝身金黃色 有一點焦香 後面加水 加我們的五味的東西 一起燜 燜40分鐘 最後收汁 收到的起膠 有些糖焦 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按摩一下 我們先看看 我們先看